客人 你要看我們阿智一樣 你不要看過這個鞋子 這麼大隻 喔 像蝦子不穿耶 這樣拚拚拚 你看到牠的回套 漂亮耶 你看在水裡面 我看你的竿子這樣 那竿子 你竿子很粗耶 對啊 幾號耶 這支XH 我看你的這個竿子好像 那個玩具不一樣喔 天氣有關係 天氣跟那個 海水的顏色也有關係 好 早上有 早上是有稍微出太陽 太陽 對 所以我會用那個電鍍會 反光位置比較輕 比較閃的 對 比較閃的 現在水比較輕一點 所以我再換進去 換進去 客官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企業 我們FINING舊教室 這架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要學什麼樣的貼板 在做使用 會比較容易達到說 我們餘額的救額效果會提高 這裡有兩塊 這兩塊我們在說 我們叫自然色 因為我們水底的魚 來 我們人的 青人的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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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這種的就是我們人的 它是食物類的最主要 青人的 青人的 這就是我們說的 強烈對比色 強烈對比色 為什麼叫強烈對比色 我們水底 像這樣在看 這兩種生的魚 還是這個 我們這種是在用什麼 我們水 還是說成分 我們把那個 自然色的蜂 我們把它拌在水底 看看 看看 它下水後 它的色水 整個的水 現在兩個 內水底很清 我們是看到 有的 它都沒有什麼 任何的那個 就我們在晃動的時候 對 它在人的時候 沒有它 水色很清 我們是看到 這個色水 我們現在把這個 強烈對比色的 你看看 現在我們很清 但是你有注意到 它會比較黑 下水之後 我們會比較煩黑 有嗎 它比較沒有像 我們剛才的那個 那個薑 它變成說 它現在是混色 另外 做釣的環境 常常會遇到 天氣不好 或是水濁的情形 所以 我們用廣告原料 來代替混濁的水色 讓大家更加的了解 如何在不同的 天色與水色 使用正確的鐵板 我們陳哥現在看 你對它 水看不到 有嗎 都沒有了嗎 我們鐵板看不到 我們鐵板看不到 人也都看不到 對喔 你魚看不到 陳哥我們對比色 我們就看完了 有了你看 視覺性就比較平衡 是耶 有 它看得到 你這個時候 一樣不再吃蜜蜜 好 我會出 來 差別出來 它好像看不到蜜蜜 這樣 阿姨 你會要不要做蜜蜜 有什麼 對啊 這是對比色和自然色的關聯 喔 都要怎麼做 這個時候就是跟人家說 欸 你在經吸水 那經你要吊成婚的時候 你怎麼選擇鐵板 你怎麼選擇鐵板